王小菲跟大陸网红直播时意外透露 还爱着前妻大S也有复婚的想法 你对她是爱还是可怜 爱 你还爱着是吧 算事后她解释是前妻染疫让她很担心 结果被大S经纪人反抢 希望王小菲先生别一边诋毁西医员一边示爱 利用公众媒体以爱之名 捏造不实企图干扰法庭审理 还说王小菲真的多次私下 跟大S要求复婚但都被拒 让王小菲气得要求大S经纪人三天内要公开道歉 不然就 这事情都还没完 王小菲时日有惊人创举 她转发一篇有着大S跟剧君业放闪的发文 都先别管内容是什么 光这张照片出现在她的微博已经让网友炸锅 她还注解着美好 这物理看花的举动瞬间登上热搜 王小菲也不改以往作风立刻删文 爱着前妻的话题登上热搜后 张兰立刻开直播否认 要网友交出证据还说 如果王小菲真的有这么说 绝对把她嘴巴打肿啊 我儿子什么时候说说肤了 你要听人家要听完整的 不要道听出说 你把她原话给我吊出来 你看我怎么大嘴巴伸到 给她脸伸肿了 你把原话给我吊出来 原录音原话 别听风就是雨啊 这家 这才叫真正的爱啊 怎么甩都甩不掉啊 你看看 哈哈哈哈